我叫陳炳池 人家都叫我陳伯 我住在文良港北山樓上 今年我68歲 我住了多少個十年呢 陳炳池他是一個洗身的病患 還有獨居一個人 他的房子就是坐落在一個巴塞 然後他是雙層的巴塞 他就是住在一個小房間 就是在廁所的旁邊這樣子 其實當時我們來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這個房間就是這樣子 我看過後都是非常的不好 然後過後眼睛越來越看不清楚 而且也在發生意外了 騎電單車 然後過後他就把電單車也賣去了 然後現在是每天早上 凌晨四五點就出門去洗身了 然後就回來就是上下巴士了 我的臣兩顆都壞了 所以我洗臣洗了八年 我洗臣沒做功 眼的問題已經都沒得好補救了 就算有多少類都不可以補救 人要吃粥常樂 你還不感恩你還可以補救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的 你知道嗎 人生是這樣的 沒有要求多多 真的 好像上一陣子你們問我 四百元夠用嗎 我說哪裏還敢要求 是不是不夠用 就自己看看怎樣撤省 吃膩一點都可以 總之我吃飽的套 我真的不可以補救 我雖然一無所有 但是我一無所有 最重要我身體健康 我只是隔天早 又可以入獄 就麻煩了 所以吃粥 嘗嘗到樂趣 才知道別人 各所講的 世上好有溫情 你要讓我們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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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才補助他差不多兩年 所以我們開始幫助他的時候 一兩個月過後他就開始來忽視我們慈激了 這個從他開始投足頭慢慢 然後到現在差不多一年半以上 雖然錢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那個心是很堅持 他的心很堅持 我常常問他 雖然補助你這麼少少的錢 但是你再把30塊錢借給我 會影響你的生活 他很堅持自己的那個怨 就是每次都跟我說 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這個 我會照顧的 不用擔心 給30塊錢 喜樂堂 雖然是雷不是多 所以每個人有這樣的心 就雜小成多 對我來說 絕對沒有影響 因為一天一扣而已 沒有影響不到我的生活費 那我就很願意做 五個 夕陽無限好也是進黃昏 但是黃昏就是 剛時期你做一點 有意的東西 也來得及嘛